这次我想先说一说感情 感情 十次恋爱会不会不符合标准答案 对吧 哇 好多 有一年八个月的 也有两周就匆匆结束的 我觉得一段好的关系 不仅要喜欢对方 更要喜欢和对方在一起时的那个自己 曾经遇到一个相处很舒服的前任 问我之前的情感经历 我本来不想说的 可他却说这样才能更了解 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着打开心房 跟他梳理了一遍 结果就一起数出了前面的九次 这么多次的恋爱 有的根本连面都没见过 就是别人介绍的在网上认识一下 我是张蕊 坐标上海 武汉姑娘 有一个地方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 工作对于我来说 未来的前景和成长空间 远比一时的收入重要 我不会为了钱俯首TR 很好很好 我喜欢运动 我喜欢运动也喜欢美食 不管是烘焙点心还是各种中餐 做起来都不在话下 工作之余叫上朋友来到家里 吃我做的饭喝我调的酒 幸福感就这样来了 这就是我敢爱敢拼又懂生活的潇洒小姐 难想得到她会做饭的那种 我喜欢阳光爱笑不油腻的男生 有积极向上的事业心就更好了 希望未来能遇见你 一起拥抱所有的可能 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看片子就知道女生是一个 爱生活懂美食的